各位姐妹 各位家长晚上好 那么这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感谢主祢 我们在晚上 有一些小小的聚会 他们没有自己的教会 没有晚上的查经 我孩子来补了 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补了上一块砖块 主祢在天上纪念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因为主你的话语实在奇妙 主啊 求主按照你的应许 照着你的话语善待我们 我们也信承了主你的命令 求主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们 是我们快保跟随主你 主啊 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面对的人事情 很多事情非常的复杂 有时候不知道何去何成 天父求主带点帮助我们 活在你的话语 就是我们矫情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喜爱你的话语 就像先知喜爱你的话语一样 我们如同吃粮食一样的 把你的话语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头去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被人的话语所捧绑 但是你的心意 没有障碍 在我们心里头运行 主啊 灵敏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亏欠 主啊 看顾我们 就像看顾 你眼中的同人一样 大家奉我主耶稣基督 在明求 阿们 各位听言姐妹晚上好 我们的事不查经法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办法 简单的办法 一个是查 每一次啊 无论是带家庭进办 还是自己早上的灵修 早上是早上的个人进办 还是教会里头的圣经分享 我个人的建议是 每次搞一个小小的主题 把这个主题给查清楚 查清楚 我早上也要查这些 不过我的那个默想呢 跳过去很多动作 很多动作是我在私下里头 我已经完成了 我基本上用的工具书 就是一些严谨的书 比如说马卡宏里的严谨 麦克阿瑟的这些严谨书 看他们的 因为一些原话解释 我不懂原文 我不懂原文 我查一下原文 我真正是老前辈的 这圣经本来是什么意思 要真正历史 不能说我觉得是应该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们也会搞错 对不对 看看前辈 那些金钱的前辈 他是怎么读圣经 然后我们在他的基础上面 运营到我们中国这个环境下面 环境不一样嘛 对不对 这麦克阿瑟他常说 他真的美国的环境下面很多的阐述 我们的环境不一样 这个是没关系的 我们学习 我刚才在打过当中 我们不要把人的话语所捆绑 人的话语他表达 有这样的缺陷和那样的缺陷 只有上帝的话语 才是在尼路中练过七次的 我们查过了上下文 查每一句话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但是本身在表达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加什么东西进去 他本来就表达什么意思 我们就按正义分 他本来就表达神的心意原来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从整本圣经 从教义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我们查 亚伯拉罕信以上 这件事情跟福音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今天的信福音 传福音 活出福音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查看一下福音的解释 福音的原话解释 我们上回讲 这两个角度来讲 包括传的部分 包括我们活的部分 我们这三个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要知道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 一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了罪以后 我们的仇苦也多大 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 是我们的出路在哪地方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他为什么能够救赎我们 最后我们如何不感恩的生活 这福音的三部分 这三个角度来讲 这一个角度来说 在生与死之间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 教会里头传福音 往往是传两个部分 这两个角度来说 一 传出去 把人带到教会面里头来收洗 然后牧养他 一个生和养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是生与死之间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这三个角度来讲 就是有三件事情 我们必须知道 就是福音上 我的最后仇苦有多大 然后呢 我耶稣基督为了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能在最后仇苦 释放对自由 我怎么不感恩的生活 我怎么不感恩的生活 这是关于这个福音 对福音的一个 从不同角度的理解 福音好像是一个果子样子 我们从正面看 从侧面看 从上面俯视看 不同的角度 来讨论我们的福音 上回呢 我们讨论到了生与死争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我们讨论一半了 我们下面的唱一首歌 每一次我们带家庭敬拜 也是这样 就是唱一首歌 进入讨论和分享间 最后带导 因为很多地方你们不认识 没有做这个带导的工作 原来是有个带导的 也不好认识 很多东西不好说出来 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互相带导 我们唱一首歌呢 也其实在这神的一个感恩和赞美 感恩 我们都也没有特别的安排 我们看四篇第九篇 九到九篇的十一到二十节 十一到二十节 各地姐妹各同学 麻烦你翻到十篇第九篇 十一到二十节 因当歌颂据西安的耶和华 将他所信的传扬在众民中 因为那最高流人学之罪得 他几年收取的人 不忘记困苦人的爱 求耶和华 你是从四门把我提拔起来的 求你连学我看那红墨的人 他说交给我的孤难 好叫我书说你一切的美德 我比在下城的梦 因你的旧文欢乐 外邦们现在自己所觉的坑中 他们的脚在自己 暗示的网络里长株梁 耶和华一将自己显明亮 开始行圣堂 恶人对自己手所做的长株梁 恶人就失望今生的外邦人 都比轨道赢监 都比轨道赢监 中华人比也不永久被忘 苦苦人的指望 也不永远落空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爱不容忍的事 愿外邦人在你面前 守身旁 耶和华 求你是外邦人空虚 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这歌是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这些诗篇上面的歌 他唱到我心里头去了 我们翻到创世纪 创世纪第22章 各位同学 各位家长 我们翻到创世纪第22章 我们还是读编 我们为什么查到了 这个对我们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经文 跟我们今天性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我请 我请 有些不是编号的 张 张 张宣慧 张宣慧同学 麻烦你查一下 22篇的 上世纪22章的一节到 11节好吗 好的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番祭 亚伯拉罕 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番祭的柴 就起身往神 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 局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番祭的柴 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 父亲哪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 做番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 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谢谢 我想 赞明节麻烦你读一下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好吗 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对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我没有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族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无料有一只公羊 咬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娶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凡计 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 比那地方起名 叫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的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 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 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平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起事 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从天上的心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 必从了我的话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主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师巴去 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师巴 顺势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 密加给你兄弟 拿贺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 基姆利 并基靴 哈索 并毕达 毕达 毕拉 毕土利 毕土利 兄弟 百家 这八个人都是 密加 都是密加 密加布拉罕 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 拿贺生的 拿贺的妾名叫刘玛 生 密加 加痕 他侠和马家 谢谢 谢谢 把灯打开亮点 谢谢两位同学 那这里我讲了亚伯拉罕先以杀 他们走了两天的路程 然后亚伯拉罕原来大厦 照着神的丰富 把他儿子给杀掉 像羊样的烧掉 神拦住他这么做 是有一只羊羔 有一只羊羔 献上去了 一只公羊献上去了 然后 这个事情 实验成功 就是亚伯拉罕爱神 胜过爱一切 亚伯拉罕爱神胜过爱一切 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他顺服神的话语 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了神的话语 因此神照着亚伯拉罕的应许 更只身躲起了天上的沙 一个是人口土地和国度的赏赐 全部给他 那么这件亚伯拉罕的这个受试炼 受试炼或者是试炼 他的成功 对我们今天信福音 信耶稣的人来说 有什么意义和价实 还只是个遥远的历史故事 那我们需要福音是什么 明白福音是什么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福音是什么 当我们在基督里头 自己分信给神的时候 正如亚伯拉罕清澄 耶和华都呼召离开乌尔 来到经过哈兰地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着走了 但是我们持续地跟受耶稣基督 持续地进入迦南地 享受基督里的应许 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 一样的会面对各种的考验 也许你最爱的人不一定是儿子 可能是钱 可能是身体健康 可能是别的荣誉 职位 工作的野心 人长的美貌 等等各种 你最爱的以上是什么 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放下 然后呢 顺服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话语 是不是神真的要把我们宰了 这个神要的我们的祭 不是死祭 是活祭 罗马书第十二章 一到三节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不要消保这个世界 乃是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便知道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对不对 后面再讲 按照对象的恩赐 这样子 我们也是一样的献祭 凡跟随耶稣基督的 要每天背起十字架 跟随他 凡 爱耶稣 若不胜过爱他的妻子 儿女 家产 一切所有的 包括他性命的 就不配做神的儿女 还为耶稣基督的名 和他的福音 舍弃 房屋 妻子 儿女 台场 今生没有不得百倍 来世不得永生的 你看到吗 亚伯拉罕 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 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头 呈现出来了 而且更加的丰富 而且更加的丰富 原来只是说 比天上的心要多 你要得 得什么多少土地 这土地是万国万民的土地 不但是迦南地 那个那一块地方 在基督里头更加的丰富 但是 这个信仰的原则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是一样的呢 那我们需要学习 什么是福音 这个福音的教育是什么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这里以外 信耶稣得永生 好像 福音都是以无我为之下 信耶稣得永生 有什么烦恼 像天父一样 这讲没有错误 但是我们容易把它廉价化 很肤浅的告诉人家 让人家以为 我们你信民间的牵手光阴 不灵了 好 现在改信耶稣 耶稣比较灵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圣经会 容易变成 不能为为是个 偶像崇拜的一种 叫台湾人 我们也很尊敬耶稣 我们庙里头 挫个像 挫个耶稣的像 也很好 不是 是亵渎神 在亵渎神 不是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信仰 也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的信仰 信耶稣 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同志 同权 同荣 这位神 他的自 从有 智慧 圣洁 公义 能力 现实 都是无限 永恒 不变的 他们是三个 三位一体 是一位神 有三个位格 那么我们信的 都是独一的神 是独一的神 那么这个独一的神里头 我们所信的 跟亚伯拉罕 所信的是一样的 在生育时间 唯一的安慰 是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神 就是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开始唯一的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意味着 在生育时间 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不再属于我们 上回查过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要被人的话语 是吞绑的 乃是 我们属于 现实的 救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他用宝血 涂抹了我们的一切罪恶 把我们的最后 买赎回来了 他买赎 他的生命 把我们买回来的 不是 是无价的 是上帝儿子的 宝血 把我们买回来的 耶稣 说我们在亚当里头是堕落的 我们的罪归向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义归向了我们 成此一段 耶稣基督 在基督里 他所 他所的福分就给我们 我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 我们在耶和华神的面前 神看我们 就像看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一样 他保险 涂抹了我们的过犯 我们就像母鸡一样的 母鸡裹着小鸡一样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 折盖子下 这个意思 我们也脱了一些魔鬼撒旦的诠释 然后比方来说 上回我们查了 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 我们跟罪人的区别是什么 不是我们一点罪的不犯 我们跟罪人的区别是人和区的区别 我们原来都生活在罪恶的风坑里头 我们原来都生活在罪恶的风坑里头 我们诸后没有感觉 我们以为自己行的山实际算是 这个大概比方来说 我是我自己 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 生长正义的 为弱势群体发生的人 然后我写文杂也好 跟罪人维权也好 还赚钱分线也好 我觉得自己是个公共知识分子 很了不起的 我知道自己这么认为的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 我自己这么认为的 当我在基督里头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还是凤空里的一只曲 因为我那只是表达我很骄傲 其实我妻子很受伤 我也很少去关心她 我父母也很劳累 我也没去太多关心她 但是我好像很关心 天下昌盛的命运一样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样 是一种装的 装了装的高大上的样子 装高大上的样子 而且装的自己都信了 就像那传统武术的一样的 就是自己武艺高强 自己都信了 直接把自己都给骗了 当我在基督里头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么一个丑陋的本事 原来就是一种骄傲 一种自益 对不对 好像在人社会里头居高了一下 腐蚀苍生 自己是启蒙者 别人老百姓是愚昧的 被启蒙的对象 就是这种这种经营的意思 其实也是骄傲 自大 跟法律善良和文士没什么区别 就这个样子 但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区 但区不知道自己是区 在这里头 其实私下里头 好色 贪财 贪婪 嫉妒 恼怒 纷争 一样的 跟世界上的一样的 都不知道自己多坏 不知道多坏 因那个高大上的东西 把自己骗了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基督里头 魔鬼 我们脱离了魔鬼 我们还是要 我们能够胜过 比如说 淫乱的罪恶 贪婪的罪恶 懒的罪 好色的罪 嫉妒的罪 恼落人的罪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面去了 有时候想把他打死的感觉都有 因为他很调皮 很跟你悲逆的事 你想把他打死 后来说 他怎么又会杀人的冤枉呢 主要赦免我的罪 我是有很多罪恶 但是我让他胜过他 而且我不喜欢我的罪恶 我其实讲话今天早上 你还是大嘴巴 我说是的 大嘴巴 讲我什么罪恶呢 夸大 答应的事情做不到 我以前承诺了一个人 跟我妻子把他还给娶了 我在广州 我们承诺了去看望他 把事情忘在酒校园外子去了 我都忘记了 我承诺就不信实嘛 我就是个不信实的人嘛 但我不知道我的罪恶不信实 我没有夸张我的 我就本来就不信实 对不对 我以前没有这感觉 你们讲的 我知道我真的罪恶多深爱 骨子里它都是堕落的 全面的败坏 全面的败坏 我但是我不喜欢我的罪恶 我承认我的罪恶 我愿意改善我的罪恶 因为我已经不是屈了 我已经脱离了风垢 我手里还有张 但是我愿意每天洗澡 没得洗干净 就是上课之前 我就洗个澡 我不喜欢我身上的垃圾了 我出现垃圾赶紧去洗掉 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了 那些罪恶这些人屈养的 他没有想象力 他只看到别人身上的罪恶 哎呀 张三的 那个是 你们多少的罪恶 要认证悔改 要如何如何 我准备看到自己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他所表述的 我们再看一下 西伯来书二章一诗四到一诗五节 西伯来书二章一诗四到一诗五节 我们读一下 其他编号的 我不好喊你 如果方便的话 搞个名字好吧 我不知道你操作熟不熟练 三四二八九七三二七 三四二八九三二七 最好搞个名字和冲灰的 林兰姊妹 麻烦你读一下西伯来书二章一诗四到一诗五节 西伯来书二章四到一诗五节 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您怕死而为奴的人 阿们 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头 人一般人有两次死 一般人两次死 我们只有一次死 我们只有一次死 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死 肉体成归成土归土 我们的 让他说我们灵魂就归到神的乐园那里头 但先睡了 也说基督这来的时候 我们就复活过来 复活过来 复活过来 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然后在基督里头的人就永远的盼望 永远的复活 身体就得赎了 那么不在基督里头 就永远的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在火湖里头 成死不灭的 火是不息的 我们在基督里跟耶稣基督同在 享受乐园 这是好多无比的事情 这个呢 没有发现科学给大家解释 而是我们凭信心领受 基于神是可以信赖的 但既然上帝这么讲 那我们就相信上帝所讲的话 那么在这里头呢 就是我就不再怕死了 人都要怕死 一般人都要怕死的 有没有人不怕死的 有 有些叫亡命之徒嘛 亡命之徒分为两者一者 放这些 放自然法规的 他们认为就是 人为财死 人为死亡 富贵险真求 你要大富大贵 怎么样呢 必须去冒险 必须去冒险 要富贵险真求 而言一种呢 为他的理想 我要永垂不朽 我要名垂青死 既然要名垂青死 怎么样呢 砍掉我的脑袋也没关系 这种亡命之徒啊 或者说追求不朽的人呢 他是死并怕死的 但绝大多数人是怕死的 这种人是怕死的 因为那人不会是许假的 这种精神的骄傲 大多数人呢 怕死就是死亡的 死的无苦 耶稣基督赐过我们 新的生命 盼望死亡不再怕死 现在也要在世上 很多哀怨呢 我们都50岁了 一首歌一转眼 一缓就要老了 真的是老了 像我们 我跟我的同学 现在基本上都是4849 这么个年龄的 女同学的话 55岁就退休嘛 男同学60岁退休 我们就孩子们都已经 有些大学已经毕业了 有些成为爷爷奶奶了 爷爷奶奶了 我这种慢一点 就小一点 这几岁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但我自己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 我知道在基督里头 会有什么样的赏赐 有什么赏赐 所以没有那种哀怨感 什么怀才不遇 什么风唐遗老 李广南风 或者说什么怀宴家乡 那些怀乡病 没有这种心理方面的 也没有什么抑郁 或者是什么焦虑 为什么呢 那基督 他已经赐给我们儿女的去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你不会担心 什么时候就死掉了 进行今天活在 当下 我们等候耶稣就在来 该锻炼身体的时候 锻炼身体 该吃饭的时候 吃饭 然后呢 该干嘛的时候干嘛 是这样子的 没有 这是神让我们脱离了魔鬼撒旦的权势 这个不是个抽象的 如果我们把这 什么叫魔鬼撒旦的权势 就是死亡的恐惧 生命的忧虑 焦虑 愁苦 压力三大 坐立不安 然后呢 茫然不知所措 这都是罪恶给我们带来的 今生的报应 罪恶 这不是个抽象的东西 魔鬼撒旦也不是一个 我们不能够感受得到的 今天我们把魔鬼撒旦 好像一个遥远的 好凶的一个人 我没看到魔鬼撒旦 哪里有魔鬼撒旦 哪里有魔鬼撒旦 是的 魔鬼撒旦的势力 我们看不见 但罪恶的权势 我们能感受 魔鬼撒旦 转管罪恶的权势 当然魔鬼撒旦 也掌握在神的时候 神是最高级的 掌控者 神是最高级 但是我们的神 真的能感受 魔鬼撒旦的权势 就是我们的亲兄弟 亲姐妹 妇女之间 也就是说 我来到世界上面 多使我叫你们 和平 而是要动刀柄的 你感到 如果一个是属神的人 一个是属魔鬼撒旦 就不要 你给大家 比方 这生活整理 我们就谈 很小的一件事情 孩子们 十五六岁了 读高证 到哪里去读高证 在哪读 大学 他来就业钱 不怎么样 他会 女孩子会为人家勾引 我们的怎么预备钱才 马上高中的 费也很高 对吧 一年的学费 都是一万块钱左右 一般学校 都是最少的一万块钱 左右 还有其他的生活费 就是一两万三万 对不对 你只要因为孩子预备 有人就 哎呀 亚历山大蜡烛 你明显的看到 他生活在 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 这个 仇人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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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人不过就来了 我告诉我老公 他不想做 我去教会 但是仇都要死 我老公会不会 怎么看呢 我要让他洗约了 我怎么 仇苦的 当我们仇苦的时候 说明我们还活在 撒旦的权势之下 我们也信耶稣 我就觉得信耶稣很美好 有没有永生 我不在乎 有没有永生 我不在乎 将来在这位天上 我不在乎 我真的觉得信耶稣很美好 这种人不是信 他是个不信派 是赢爱成义的人 点心的三字教会里头 培养出来的人 我今年我就遇到过 我就会他感到很可怕 但是我不是那个牧师 我一下子为了什么的反应 我以前我们教会的 传道人也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永生 我不在乎 这关键的 我觉得学耶稣是很好 那就是点心的 赢爱成义的国字 他活在愁苦当中 他是喜欢基督教的文化 教会的气氛 电影节目的爱心 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 可以去美国留学 去教会学校可以 英语学得很好 电影节目可以去免费的课程 他爱的是这些东西 实际上他还是活在 撒旦的权势之下 你怎么知道 愁苦 亚历山大 焦虑 忧虑 迷惘 因为那是圣灵的能力 那是慈爱的耶稣基督 那个钉横的手 实际上没有拿着他往前走 耶稣的宝血 没有为他礼物 他只是觉得基督教文化很好 教会的爱心很好 他也愿意参与 同时他也不是白白占别人的便宜 有些人在这不是占别人 我没有侮辱他们 他们做事 你有来我有往 教会给我的这么多帮助 我也给时间分线 大约不少 这些人人品还不错 从社会角度来讲 人品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有基督的生命 没有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 就福音没有入心 福音没有入心 是领受基督教的文化好处 认可基督教 就仅此而已 祝主联名帮助他们 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应该认识这位又准又火的神 直到永生 直到地狱 直到耶稣基督 是这样的意义 好 我们要看福音 我们接受基督教 他保守我 我们看什么叫他保守我呢 我们看约翰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 我请张伟姊妹读一下好吗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 猜我来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好谢谢 凡是在基督里头的人 这句话告诉我们 不是要我们偷懒 因为人很邪恶 爱我们到底 保守我们到底 那我怎么样呢 我叫海底 海底 海底 我每天都这么海底 就无所事事 我反正每天 反正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 我已经上了这艘大船了 我就这样的 不是这个意思 这解经完全是 学路的解经 这样解决是什么 我们遇到多少艰难和空苦 我们都能够焚山过山 风水过水 这句经文最要的解释是 十篇第一篇 我们背一下好吗 视频一篇 我们的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我唱得很差劲 免得你们难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献慢人的作为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咒业思想 罪人并为有福 他如一棵树 宅在溪水边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竟斗顺利 是这样的 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 他不是 无聊的每天 既然神爱我到底 好了 我就谁没有犯罪了 我就不读圣经了 我就不传福音了 我就跟张姐妹 你姐妹 他只要惹毛了 我就敢跟你吵架 因为神爱我到底 这种人是没有重生的 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在基督里头 真正在基督里头的人 刚才说了 不从恶人的基睦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羡慕人的座位 他怎么办 咒业思想神的话语 因为神掌权 神掌权有三个标志 上帝在一个人身上掌权 他被福音得着了 有三个标志 第一 神的话语在他身上掌权 我们背声一下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九节的二十节 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分圣父圣子 圣灵的人们 给他们实习 凡我所教训你的 你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便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再给大家背声一下 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也因他得恩惠 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当中 教人因他的名 而幸福真道 无论是马太福音 最后的表述 还是罗马书一章 第三节的表述 就说幸福音 产生的果效 是幸福他的真道 一个人说他是幸耶稣的 那么 意味着上帝在他生命当中 掌权 怎么就掌权呢 他被神的话语 看到神的话语就喜欢 看到神的话语就喜欢 因为神的话语 神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能够掌管他的生命 但是怎么 弟兄姐妹 我们幸福音 意味着道是掌管我们生命的 打个比方来说 没有法律规定 一个男的要为女的洗衣服 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对不对 没有这么法律规定 那么当一个女的生病了的时候 她躺在床上的时候 她要去医院的时候 她老公应该是怎么表现的 我一家照顾自己的棋子 有没有法律规定 没有法律规定 她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爱棋子的原因 爱就会产生一个 顺服的态度 妻子有这个需要 生病了 她有点是陪伴过去的 你去吧 叫我妈忙死了 我会这么说 你告诉我 我给你公司领导请个假 你打我领导请个假 就让她同意 如果实在我本人去不了的话 我叫我妹妹 或者是叫我姐姐 陪你去医院 好吧 这样的 这也是个人话 对不对 这也是人话 就丈夫的人话 没有法律这么规定 没有非法这么规定 对不对 但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就这样的 我们真正爱神 就会产生这什么话语的顺服 什么话语的顺服 那说话呢 他所赐给我的 一个都不会失落 神一定保守他的儿女 无论凡他所做的 尽度顺利 无论是儿女的教育 还是他父母 他的难处 还是他本人的生命的健康问题 都是分伤过伤 分水过水 都能告 罪着荣耀上帝的你 就像以利沙一样的 虽然是病死的 就是什么 病死在那个 死掉了的以利沙 非常大的一个仙子 他是病得要死 人要死了以后 他的骨头 别人碰了他的骨头 这才是什么国家 就从死里复活了 他的能力一点都没有减少 这叫保守 保守我们 从过去 现在一直到永远 上帝保守我们到底 一点是过得胜的生活 什么叫得胜 就是得胜罪恶 得胜撒旦 不是说我们人生一半分顺 每天就吃香的 喝辣的 我不是保守我们到底 这叫福音 产生的果效 福音产生的果效 保守我们到底 凡耶稣基督所爱的 一定爱到底 他不会爱一半的 没有爱一半 那就不叫真爱 人世间 爱 以前八十年代 有个广告 是那个马蒂利的广告 马蒂利那个酒的广告 这马蒂利的广告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种话 如果印在婚姻男女关系 就是典型的淫乱的话 爱情婚姻 一定是在乎天长地久的 不在乎天长地久的人 都是耍流氓 玩一玩 玩了女性 或者玩了男性 上帝爱我们 不爱这里 爱一点是到底的 他拣选的人 一点是爱到底的 但拣选的人有神秘的改变 而不适合武动于真德 那肯定不是拣选 必须保守我们到底 这句话是给我们安慰和鼓励 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的德救是稳固的 这种救恩每一天都会有的 不是说上帝救我们 德友如神 他真是不管我们 救恩是淫于信而止于信 不义人因信得生 最因信得生 是包括我们今天的生和永生 在里头 神一点保守 不要怕 我不知道你现在也没有什么疾病 儿子是不是顺畅 都相信 神爱我们 一点爱到底 在宽业里头 没有水喝 神一点吃水根 我喝 没有钱用 神一点吃钱才给我们用 遇到了 无论是红海的难处 还是干旱 想吃肉 的营养方面的需要 都告诉我们的神 神一定安慰 帮助赏赐给他的儿女 一定的 有谁求饼的时候 上帝会给石头呢 是吧 谁求一只鱼 上帝会给一条蛇呢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这些人上行都不好 何况我们 不好都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我们的天赋呢 对不对 这个保守的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 这坚强的信心 你才能够送过人生的坚 这个十字架的路才走得下去 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保守的话 你遇到的难处 你一定是软弱的 如果管你是归正还是不归正 你自己 反正自己给自己的图 很光彩的脸都没有用的 因为遇到的艰难是真实的 就像从去年到现在 很多人做生意 没有客户 你还有没有信心往下走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再看后面的 若非天赋允许 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被人头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 路加福音的第21章第18节 路加福音的第21章18节 我请张 张玉娥姊妹在吗 麻烦你读一下 路加福音第21章18节 好的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 必不省坏 读完了 谢谢 为什么我们烦圣经 不要被人的话语 因为圣经的经文上下文 你看这个21章18节在讲什么 在末世民工打民 国工打国 饥荒地震 瘟疫可怕的各种 异象出现的时候 然后我们 那些金钱的人 面对逼迫 面对监狱的逼迫 或者被抓到 汇桃里头去 神便宜吃我们口才 胜过一切仇 我们头发的 不会掉下一根 信吗 真的信吗 我就遇到了这件事情 2012年的时候 我在广州教书 在6月4号来 6月3号 6月2号的时候 广州国宝 找到我 他以为我会捞些什么事情 我在想什么 想教书在上课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我没面对那么高的职位 几个国宝 我也不知道 我就跪下什么祷告 见识祷告 然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 有一些人就建议 我们有培训 怎样面对回答 我不想想 当时我就读了这期经文 读了路加福音 我读了马太福音的 不读的是路加福音 我读的是马太福音的 第24档 意思差不多 就是说 若非天赋许可 你头发不会掉下来一根 麻雀不止升天 不是吃两个银子吗 若非天赋许可 也不会掉下来 我就读了这经文 然后神别赐给我们当初 是一些仇敌 都不能跌倒的 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造反的意思 但是我也不会跟你们 去出卖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信息 出卖上实在信息 我也搞不到 我也不想去 各位你搞这些事情 我穷一点就穷一点 我就拿到我的基本公子 他们说 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 应该多一点收入 我是没关系 我甘心乐意这样子 中国古 不要说基督徒 就是古代的生邪 中国国内的像我佩服的私人 陶渊明 李白他们都不贪 不贪世界的人钱财 对不对 何况是我在基督里头 根本不会贪什么 我跟他讲一下 这知识分子的气节 我在基督里头 不需要这样的勾用这些 需要钱货的钱货 我就跟他讲 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仇敌 我说我没把你当仇敌 我把这把这人当成敌人 我说你放心 坚决没把你当成敌人 你远远不会 不单止过 过去可能会有过 对圣祖的时候 现在不会 将来也永远不会 我把你当罪人 而我就照着神的话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 然后连走的时候 我说你们的车 如果是方便的话 我就上个快递 然后我就坐你的车过去 行不行 就很好的 我就神的话是真实 你不用担心去预写 预备人家逼迫你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人家 不要相信世界上 那些培训 你要保护教会 你要怎么样 不要 我们就成成实实的 和他们交流 我们就照着圣灵的感动 成成实实的说话就行了 不管它是政府光源 多大的光源 当然我们这种资格 也配不上多大的光源 省问我们 为了说教会里的异端 有些教会也会审判自己的弟兄 审判自己的弟兄 跟他的罪 都没关系的 你就照着圣灵的感动 纯纯实实的讲的 是一切仇敌手不能够抵挡 圣灵的感动和神的话语 是一致的 那些邪恶的人 不在基督里头的人 不管他挂着牧师的帽子 他都不能够对付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 一旦付出去放出去 仇敌是没办法抵挡 因为魔鬼撒旦 还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但是他不会领受神的话语 他是抵挡真理的 真理的抵挡 你照着神的话语回答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真的不知道什么回答 大学里头有个老师 在十年前 他跟我们的学生讲 其实你们圣经的东西 我都懂 他确实也懂很多 他是个学生大学老师 在这里读下圣经 他都懂很多 他问我 我怎么回答 我说师父 你离天国不远 这就会什么 就照着耶稣基督 给那个年轻人说 你离天国不远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为什么 离天国不远 还是像地狱 但是你在努力 在那往前走 是吧 你还是 就我是阴性诚意的 你还是没有进入天国 但是我也鼓励你 肯定你的这个努力 就只要跟你说 朋友 老师 默默老师 你离天国不远 神会保守他的儿女 你不用担心 我再跟你讲一个 别人的故事 这是过我生命的发生 头发一根都不会掉下来 王博一个剃头发的 他跟我讲 他本人跟我讲 我去采访 那是广州的一个老基督徒 他们被文革前夕 就被抓到了盼老监狱 他当时就是替灵性 让他们祷告了 就是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就是为王民当他们祷告 就没干别的事情 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 判了刑了以后呢 就到韶关去坐牢 去干苦力 他跟我讲 几次都是死里逃生 因为他是挖那个矿山 矿山死了往下面滚了 几次都省得把保守他 没有死 还有呢 他在监狱里头 个人家提到 大家都很尊敬他 尊敬头发 他也帮助在监狱里 他政府官员 丰富到这种事情 我们都顺服在上掌权者 他去做什么事情 他平平安安的过来 你知道吗 那几年 那个投降的那些人 原来想走三字路线 登记的那些人 就没有进监狱 进监狱 他们在社会上面混了 不是打死的 就是打残的 他们怎么样呢 因为每次批斗 他找谁来批斗呢 基督徒的家庭 很多人原来都是地主啊 或者说比较富裕富裕的家庭呢 或者说搞宗教迷信的 他们在社会上面打死的 墙壁的 还有侮辱的 没有饭吃的 哦 怎么呢 过得怎么样呢 稀奇残残岂奇奇 因为他们这些 很早就去住牢的人呢 反而在监狱里头有吃的嘛 是吃的差一点而已嘛 他就频频 过了文革十年 一直到七零年代末 九年代末 他们就 平发十一届三政全会以后 就平发了 我讲这个事情是什么 神不会让他的儿女 一根头发掉下来 神是真实的神 是活神 这个福音 就包含了这某一些内容 神保守我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我得救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不要被人的话语通过 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语里头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 八级 弟兄姐妹麻烦你翻到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级 二十九节一起读一下 我们看上下文 而且呢 甘蔗的囚弟先读一下好吗 甘蔗的囚弟先 好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一天所知道的人 就一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是他儿子在许多地形中做长子 阿们 阿们 谢谢 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意思 我们在人世界会有遇到很多的遭遇 会有很多的遭遇 很多的遭遇我们并不理解 你这么并不理解 比如 我在2013年的时候 2014年 我儿子 阿斯蒂我父亲就过世了 我来说太突然 太突然了 因为我预备了明天这教会讲道的 我们传道人叫我讲道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就告诉我 因为我已经给我爸爸打电话 我说爸你要保证好身体 你不要 我现在刚刚上完老阿 没什么钱 你要是身边说什么事情 我没钱给你 保证好身体 然后呢 他也很开心了 天哪个孙子 随时过两天他就死了 我都不相信了 任何没有证明在讲道 在教会里的讲道 然后呢 好不容易我莫子 给个讲道的机会给我 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对不对 然后我父亲死了 我得赶回去 我就很不情愿的赶回去 那这事情 我当时真的是 希望神叫我父亲战成私利 活活 然后呢 我在我的亲戚朋友当中 都传扬福音 但是神也没让我父亲 死利活活 继续死 躺在那里 然后呢 我再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过世以后 然后他没有人问我要钱了 以前我无论多少钱 我父亲只是问我要一点 还有呢 我我妈妈 也跟我爸爸原来有很多的矛盾 他过世了以后 我妈妈就没有人欺负他了 他因为我父亲过世了 他也跟我在一起 他也愿意信福音 愿意信耶稣 原来我 我爸爸妈妈想信 我的爸爸的压制他 因为爸爸是个道士 爸爸是个道士 因为针对他 攻击他 我父亲过世以后 我妈妈就是呢 愿意信耶稣了 我生了很多孩子 我在经济方面 我也没什么负担的 因为他以前有一点 他也问我要一点钱 我也不好意思不给他 所以这个事情很纠结很难受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这是什么 意思是我们效果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父亲 当时我是特别难受 我是我们家酷得在凶的一个 别人以为我跟我父亲感情特别深 就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穿福音方面 得了很大的亏欠 我太质疑了 太缺少柔和谦卑了 在家人面前 所以我在悔恨交加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悔恨交加的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 在生活方面 在人生有很多的亏欠 特别在神的恩典的福音方面 很多的亏欠 所以我父亲过世了以后 我就传福音特别的火热了 特别的火热了 只要有机会 我都是跟任何一个相遇的人 我尽可能跟他传福音 我不是像他们那样的走遍 大姐小巷的去拉人选交 我不是这种人心好 但是在生命中 我就走到哪里 我遇见的人都愿意跟他传 这种人比较好 稍微 我就按照自然的本性在这 自然 随即性的 我觉得神万事互相效率 我当时不理解神的心意 怎么父亲这么快就过世了 你看我生命当时对他这么大的亏欠 他生命也需要改变 我很难受 我有一个神 将主在打过当中很不服 很不服 为什么不叫我父亲死地复活呢 让我显个神迹奇事 对我的家人看下来 牧师小弟兄你现在有点问题了 你说起来 我说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了 后来我就顺服了 顺服了 还有一个弟兄安慰我 你不要为你父亲过度的悲伤 因为这是神许可的事 在过度的悲伤的话 你就就像那个 撒末尔为扫罗悲伤一样的话 你就在反叛神了 他就叫我不要过度的悲伤 后来我就顺了 我心就顺了 要顺了我就知道 万事互相效率 就爱神的能力 经过我父亲的过失 我生命就向耶稣基督扣冷一点的 原来可能是相差一百步 现在是相差九十步了 就完全只是走了十步 就这么一个意思 神叫福音 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能力 就这个意思 因为我属基督 借着圣灵使我却知道有永生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被人的话捆绑 我们看什么 神的话就很好懂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 一章二十二节 一章二十二节 我请 我看一下这里还有 别好久不好念 我直接 陈龙飞弟兄 陈龙飞弟兄 麻烦您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 好吧 他又印了我们 因此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凭据原文叫什么 字 原文叫字 如果这么翻译的话 这是中国的古文 字 就是中国古代 比如说 我先解释中文的意思 这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秦国和赵国定了一个约 我们是友好的盟国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是友好的盟国呢 就把你的儿子 那个 赢政 就原来的秦始皇 就把赢政放在赵国 压在赵国的邯郸 现在的河北的邯郸 你否则还当不回来了 就做人质 就这个意思 上帝 给我们永生 我凭什么相信上帝呢 你是上帝这么厉害 我打不过你 骂不过你 对不对 你是神 我是人 我怎么搞得赢你的 你给我永生 不给我永生 我怎么知道呢 是不是 你换个柄给我 以后忽悠我 让我还是下地狱 不是 上帝不是忽悠人 他给他 把他自己压葬了 圣子 圣子 圣灵 这三个位格 在我们身上工作 圣灵做字 原文叫字 就这个意思 真是意义的叫凭据 凭据 凭据 我不知道大家做过外貌 这个比喻比较难懂 在银行里头 在银行里头开个单据 叫做CIF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成本 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 这个这么的 就这个意思 现在你们 比如说 成龙辉弟兄 邱弟兄 你们做生意 你们谁都不认识谁 对不对 那么成龙辉在美国做生意 邱弟兄在中国 你从中国卖 卖东 卖东什么东西 卖一万个 卖一万个手机 给成龙辉弟兄 那么你们存在不认识 那怎么办呢 我是银行 替你们做担保 要怎么做担保呢 你发货的时候 邱弟兄 我们做FOB 或者说FOB 我就不跟他讲 就是这个 我是银行 给你们做这个担保 什么担保呢 邱弟兄 你把货发出去 你把运单 给我银行 你给我的开付银行 我是你的开付银行 那么我呢 就搁支票给你 这支票是个远期支票 你暂时拿不到钱 但是呢 这个支票是钱的一个证据 然后怎么说有效呢 就是你的货 运到了 陈隆飞弟兄指定的港口 港口 在美国的什么洛杉矶啊 纽约啊 反正他收的货 确论 就要recept 就是个recept 接收你的 单据了 几千字 那么呢 这叫远期付款 那里通知银行 然后你就来把 狂来打给你 因为一万台机器 可能是上上上 一千万美金 我们谁都不可能相信谁 对不对 从来回地下 你不可能相信邱弟兄 还是 你抖过圈子 你完蛋了 对不对 邱弟兄跟你摆一刀 你完蛋了 一千万美金 只有我们往来的银行 银行做担保 就是那个支付宝 就是受国际 这个新银的发明出来 在国际贸易当中 这个东西是很普遍性的 在国内人不太懂 因为那个什么马明 他学英语的嘛 学英语人都知道 这个国际贸易的规则 这东西叫银行 那叫平据 这个东西叫平据 在古代希腊 这些 这些 哥伦都教会是个做生意的 一个比较有钱的城市 他们知道这平据是什么意思 就很容易懂 我认中国的叫智 你就比较好懂一点 这个秦始皇跟 嬴政人家照顾 你就从那个角度来讲 它原话就是平据的意思 但是来平据 这些国际贸易 有些人不太懂 就反正你应你懂的东西来懂 这个圣灵就是确保我们上帝有永生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圣灵统治来 你就很知道自己是不是 就是执着错法 圣灵的工作的特点 你就去了解圣灵论 在圣灵里面 凡是涉及圣灵的经文 你拿一个标记 你只是说圣灵是不是在我身上工作的 如果在我身上工作 说明我是身上有圣灵的 你对着圣灵的话语 而且讨论圣经的经文的地方 你就一个的一个的去对照 这就有圣灵了 你就有永生的确诀了 知道吗 这不是个那个罗马天主教 他是不像这一套的 也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 他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救 这不是我们更正教或者是新教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有得救的确据 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工作的特点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对着神的话语 去检验自己 我就给大家讲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零后五章第五节 零后五章第五节 我们翻一下 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五节 我请张星会读一下好吗 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五节 好 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五节 为此陪止我们的救世神 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这是一样的 就是凭据的法复复复的讲给我们 你有凭据的 哥林多教会虽然很败坏 但是你要审查自己里头 有没有圣灵的凭据 我们在人世间的时候 在最后当中 我们会劳苦叹息 这是肯定是这样子的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很多的征战 您家里头的儿女的事情 夫妻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等等很多的难受 也是有的 劳苦叹息 但是当我们觉察到 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凭据 我们回向耶稣基督 第六节告诉我们 是坦然无拘 并且小的我们在身内 与主相优 将来要与主相会的 居住在我们身体里头 这就是 这个得救的去 就是谁都夺不走的 谁都夺不走的 你那个真实的感受得到的 知道吗 不是说给你画个饼 蒙蒙蒙地下蒙蒙 你信耶稣得衍生神爱你 将来有永生 在哪里 在哪里衍生呢 没有啊 就我们都买楼 现在都买楼 楼花样的 什么时候交货 然后房地产公司都垮掉了 我们以前 我刚刚我带我女儿 我们在那个外玛旁边 他有一些是游乐场 有一次要交100块钱 是有多少次完善的机会 交200块钱完善多少机会 但是如果交一次的话 一次还要三四十块钱 但是你如果交100块钱 有五次的机会 你看就便宜了20块 那我就买了一支票给我 我就花了100块钱 后来那游乐场就不见了 有一个游乐场的 100块钱我给他买了 他说多少多少次多少次 我们就玩了一次 两次他后来搞什么检查 那个城管让他们拆走了 我到谁要钱去 我那九十个人我就玩了一次 没把握了 你这是忽悠吧 我忽悠了吗 对不对 我忽悠了吗 神不是忽悠吗 祂是圣灵给我们做平局 你此时此刻 你就去求问神 你在你身里头的圣灵工作 是如何工作的 或者是你居然会了以后 你去检查一下 圣灵是如何在你身上工作的 如果是工作的 那我们就永生的确据 这不是人给的 而是神 也使我曾此以后 感醒乐意为他而活 这是福音的果香 就是感醒乐意 顺福神的话语 罗马书八章一十四节 我们读 八章一十四节 这位神是真实的 是值得我们信的 罗马书八章一十四节 八章一十四节 一十四节 我请刚才张明杰麻烦你读一下好吗 罗马书八章一十四节 和七章二十二节 都请你读一下 八章二十四 和七章二十二节是吗 对对对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还有七章二十二节 老师七章二十二节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好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 圣母的事实 一个属神的人 他感醒乐意为神的佛 那什么叫感醒乐意为神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 这是更生神 这是圣经上显明的旨意 显明的旨意 我们一定只认真能去听的 显明的旨意 一个不爱神的话语 不顺服真道的人 这没有产生福音的果效 暂时没有 可能将来会有 暂时没有 感醒乐意为神的生活 这不是个仇向的意思 顺着神的话语的生活 第二个 为显明的旨意就是说 有些事情没有神 圣经的话语没有 比如说丑严 圣经人们告诉我们丑严 有些人就说 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 叫什么牧师 叫什么 看吧牧者们都把它做成 叫什么牧师 我那个抽虚价了 是不是牧师是抽烟的 所以我可以抽烟 你这不是说 是不是抽烟是有点还是缺点的 你告诉我 对不对 你这专门选择 他是不是 我不是说他得救不得救 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还是缺点 是缺点 对啊 没有说服圣灵嘛 他也不是神啊 他也是有缺点的嘛 对对啊 你不能说有那个华南教会 在十几年以前 打官司 华南教会的那个工什么模式啊 他找了跟教会里的很多的那个姐妹 或者说女性通奸 通奸了 要被政府发现了 政府就镇压他 他认为是在国际上面搞成什么样的 维权的王毅在跟他打官司嘛 那个时候 去那个华南教会啊 他是湖北哪个地方的人啊 我忘记了 很大的一个教会 这今天就严小云散了 严小云散了 那么他当时辩护的是什么呢 大卫也有很多老婆啊 那我为什么不能有很多老婆呢 你看大卫有那么多老婆 我就不能跟很多女的说 这样吗 这样子错误的学习人家的缺点 或者学习人家的误会 对 他这个不是顺服圣灵 他是利用我教会 这种的榜样 错误的榜样 大卫也是个罪人 他可能犯罪嘛 还有一些人 我们牧师也可以兼职啊 为什么不可以兼职呢 因为保罗 保罗也可以支帐篷嘛 保罗就这么说 为什么支帐篷 他不想吃恶人的饭呢 当时各人对教会都不分养 不给他钱 还是说他言语出书 将来的教会还否认到 请问他到哪里去生活 神费献给他 他为了神的额女就这么认识 他舍弃了自己的权柄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样呢 不得不倚去支帐篷 他当那个 菲律宾教会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 伊巴弗提 他们费献钱来这个时候 他就没有做了 那这个人就说 就是找 那个保罗不得已的 这样子 他为了神的额 他舍己 他有全面不用 免得这些人跌倒 因为这些人很软弱 他要为他们忍受难产之苦 大概叫什么 你就哥伦多教会 这种教会你还能要他的分线吗 你能要吗 他就在大黄山潜证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但是你又不能够抛弃人家 对不对 加拿大教会 就怀疑他的使徒子分 什么言语出疏 其貌不一样 你怎么要他的分线呢 但是你还 你不能忍受 你们这些混蛋 我对你们这么好 你们居然 还骂我这么的 老子跟你拜拜 你不能说他爱神的 我保罗说 我还要 小子们啊 我还要为你们忍受难产之苦 为了忍受难产之苦怎么办呢 他也是个人嘛 对不对 吃饭嘛 也去执帐篷 跟那个 两个床道人 一起执帐篷 养活自己 那你今天是怎么意思 你这个是贪婪 教会里头有分线 足够你用 你已经一千少了 对不对 教会里头五千 或者是一万块 你还先少了 一万五你也先少了 你要十万 或者七万八万 再少一点三万 那这是你贪婪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两万是嘛 对不对 神的倒是活泼的 基督的是个生命 没有这种生命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 你就会找起圣经的经文 就证明自己 一些邪恶的错误的行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基督的传道人 不能够坚持 为神而活 是这种生命的状态 而是你怎么找 都能找到理由 我跟你说 我要是很邪恶的话 刚才说 那个华南教会的 那个姓庚德莫史 找女人 在外面乱搞 可以找女人 大会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个想外面贪婪的 不想专心牧养教会的人 我也可以找到保罗 是执帐篷的 你真的想把保罗一起好 小罗 保罗为福音是完命的 你专门是挑他那个执帐篷的事情去学 为什么不挑别的事情去学 对不对 经理教会人的 旧业是不好的 旧业是不好 旧业是什么不好 很多的律法 那为什么你安息你也引起药 就选择性的信仰 就是法律社人的话 门城突出了 路途封进去 因为路途是好吃嘛 阿拉伯人说路途是天下第一位美味 而门城有什么好吃的 对你有利得你就信 对你不利得你就分开 这不这是基督的生命吗 那个每个七年的安息年 你想做的很舒服 旧业里的告诉我们 恨无同心恋 你怎么不知道教会里的责备同心恋呢 你看很多的美国教会 牧者每个七年要守个安息年 对不对 这三年也是礼仪律嘛 这个礼仪律你为什么要 这个礼仪律你为什么要 那个谴责的 那个同心恋谴责 你怎么不要呢 是吧 还是很明是男人不能穿女人衣服 女人不能穿男人衣服 你怎么会去责备呢 对不对 选择性的信仰 就是就没有 不是为神的活 就是利用 利用教会 利用圣经的为我服 我喜欢的就信 我不喜欢的就不理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我们就是甘心的被圣灵引导 它是一种生命 不是 不是把神的话 玩弄神的话 玩弄教义 我们的手法里是顺服的 顺服的话 它产生了生命 这什么 就不是说我们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不一样 伊斯兰教有很多的教法 伊斯兰教法有四本 有什么 什么非 什么教法 什么什么教法 伊斯兰教很多宗 这是有四大蒙派 伊斯兰教逊尼派里面 这种四大蒙派 然后逊尼派里面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教法 编在一起 一本本的册子 基督教没有教法 都没教法 王子也认为有教法 你教就十条戒命 如果严格就十条戒命 在变成维斯兰教宗 在现场告白里 他有可能阐述 他也是叫你如何生活的 他没有什么教法 现在有些人问 你孩子应该早结婚了晚结婚 这个又是什么好问的 对不对 你明白婚姻的目的 你不想去查考圣经 光问我一个问题 肖对兄 你觉得孩子 叫他什么时候结婚好 没有答案 你的儿女成年了 16岁以后 他发育健康的 他明白婚姻的意义和价值 能够承担人生的责任 愿意承担人生的责任 知道自己是谁重生得救了 都可以结婚 18岁可以结婚 20岁可以结婚 28岁也可以结婚 38岁也可以结婚 对不对 因为这时间 我不能够给他规定了 对不对 我是谁啊 我跟你一样 这是个罪人啊 我能够给他那个儿女 规定结婚的年纪 对不对 我只能教导儿女 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婚姻的什么是基督里的婚姻 什么世界的婚姻 你一个人 应该在基督里头 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 应该享受什么福分 我都会毫不遮掩的告诉你 而至于你儿女 你将来什么时候结婚 我不规定你 对不对 我不是神啊 我不能操控你 你也乐于为什么的生活 你自然生活带领你 你就算想结婚 没有结婚的对象有什么 应该 你说我想立志在二十五岁结婚 二十五岁跟他人没出现 你怎么办 你不能随便找个人嫁出去吗 或者随便找个女的结婚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 基督人不容易的叫 他是这种生命 这种生命 你在 是圣灵引导我们过什么生活 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什么会引导我们 我们怎么领受圣灵呢 一个是读圣经 一个是祷告 在祷告 祷告是呼吸 那个读经是吃饭 吃饭和呼吸都是每天都应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在生与死之间 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 在生与死 我们请 各位姐妹 琳琳姊妹 麻烦您把这个提问再读一遍好吗 问你在生与死之间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小老师实在对不起 我这点字太小了 我念起来太费劲了 好的 好的 我请张玉儿子们念一下 好不好 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 好的 在生和死两者之中 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 那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用保险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 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前世 他保守我 若非天父允许 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 他又叫万师父上效力 使我得救 因为我属基督 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 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谢谢 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背后的几文 这只是一个人的一个归纳的教义 教义是什么话语的一个归纳 一个归纳 那你要理解他的话语 你必须查看背后的几文 背后的几文 这就是安慰基督里的安慰 基督里的福音 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一个果效 在生与死之间 就是称小弟兄1973年生 什么叫死不知道 死与之间最大人生 无论是人到中年 还是人到晚年 都不再属于我自己了 属于那位新世的救助 为什么属于他呢 因为他用宝血涂抹了 我一切罪恶 就是我偷了魔鬼上的权势 我有信心 得生人生的一切罪恶 他会保守我 爱我到底 不是天赋许可 我头发都不是少根 现在白了很多了 也少了很多根了 我掉了很多头发 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密的 这是神的许可 我现在三分之二的头发 已经白了 这都是神的许可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我得救 不过中国有威力 还有中美关系如何冲突 中国的老龄化多么严重 少子化多么严重 中国人的房价是这么爹 还是涨 城市化什么的 都不影响我得救 万事互相效力 反而叫我得益出 叫我得益出 因为我是属基督的 他记住圣灵知道我有勇气 这勇生不是别人派给我的 比如说你得救了 我没得救 别人谁审判我都没有用 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圣灵在我身上 做什么工作 这个确据是我跟神的关系 你的得救也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可以照着圣灵的工作 检验自己 我是不是真正得救的 他从此以后 甘心乐意为他生活 我甘心乐意不是为我妻子生活 不是为我儿女生活 也不是为我自己的野心生活 而是为那个心事的救助生活 因为他爱我 所以我爱妻子 所以我爱儿女 所以我愿意生养 所以我孝敬父母 所以我好好的努力工作 也好好的休息 吃饭穿衣 得到能力为他而活 都是这个意思 圣神祝福大家 这个话大家一点记得 不要被人的话语听保 人的话语表达方面 有所插解 他没有上下文 我们每一句经文都看了他 查了圣经的原话 看了他上下了人的意思 圣神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请我们老姊妹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今天晚上的 平台上的 事物查经法小席 向你非常感谢和咱们 我谢谢你为 你为选民预备了这么大的救恩 因着亚伯拉罕来拯救了救恩 亚伯拉罕来拯救了救恩 你的救恩 我写不住你的话语 嗯 我们今天晚上 这是我的亚伯拉罕 哎 这年还没出了吗 这是我的亚伯拉罕 让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和改变 让我们真的在这些话语上 能够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的生命 真正扎根在你的话语上 我们今天 平台上的 把平台上的弟兄姊妹都交代你 都说 祈求你赐福平台上的弟兄姊妹 愿更多人来到这里来学习 事不查经法 也愿你赐福你的仆人逍遥的弟兄 愿他蒙你的祝福 愿他的家蒙你的祝福 祈求你纪念他的事 祈求他的百上 愿你在天上纪念在地下赐福 愿将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廖姊妹 晚安 感谢主 这真的是神的话语 人的话语有问题 就是不清楚 谢谢